每年1月底2月初 是天氣最寒冷的時候 保加利亞各地鄉村地區 想起有力的鼓聲 以及響亮的牛鱗聲 穿著傳統服飾 或是野獸皮毛的男性 拿著巨大的面具 往城鎮中心聚集 這是保加利亞迎接 新的一年到來的傳統方式 Servant G1 頭戴近兩公尺高羽毛面具的男性 腰間系上大大小小的鈴鐺 打扮成驅魔人 在鼓聲的帶領下 一起擺腰跳舞 用身上的鈴聲呼應鼓聲 這是為了要去救迎新 驅走邪惡 也趕走沿東迎接新春 並且祈求豐收健康與天丁 這樣戴上面具 繞行村莊以及圍繞篝火跳舞 迎新避邪的習俗 是保加利亞許多鄉村地區 古老悠久的傳統 在古代的年紀 在年紀末 在比爾尼斯康 被稱為Servant G1 現在的保加利亞南部 希臘北部和土耳其 歐洲部分 在過去被稱為是塞雷斯地區 居民就是塞雷斯人 在西元前四世紀以前 一直都是分散的部落形式 沒有形成持久的政治組織 而後經理不同政權的殖民 而逐漸失去語言和文化 不過Servant G1卻被保存下了 身上巨大的牛鱗隨著舞步 發出震天聲響 熊熊火焰讓夜晚明亮如日 過去在Servant G1點上 只有年輕的未婚男性 可以跳舞搖擺鈴鐺 但流傳至今 女性和小孩都一起加入 圍繞著篝火 一起用雷動的鼓聲 配上激昂的搖鈴聲 迎接新年到來 記者讀戲 林伯鴻編譯 請按讚 請按讚 按讚